香港男性张志玲 最近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中 为爱奇袁永宜补办持了21年的婚礼 令不少观众深受感动 不过后来他带领的队伍 夺下这场公演的冠军 令有些观众觉得很不公平 认为张志玲找来袁永宜 透过甜蜜CP的人设获的冠军 这样的方式已经背离节目精神了 另外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表示 张志玲和袁永宜在节目上办婚礼 本来应该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但是有些翻车了 而且两人过去已经在另一个节目办过婚礼了 现在又来一次 观感有些不好啊 另外这次公演获得亚军的苏友鹏 最近转发好友金翰宣传信息的po文 发文写下 金翰被恋爱了叫我如何袖手旁观 金翰留言回应 如果有一天恋爱了 一定要向我的鹏哥哥汇报 苏友鹏回复也找个节目办婚礼 这段文字被不少网友认为 他一次是在暗讽张志玲找妻子开外挂 虽然苏友鹏后来已经删掉了这则留言 但是仍然掀起网路热议